大家好,好久没有跟大家做视频了 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我也从这个上班 每天通勤去上班 改成了在家上班 人在家里待的时间一长啊 特别是带着孩子 哎,这个一言难尽 反正就没什么心思做其他的 那最近的话呢 在发现Traffic在3月26号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 2.2的版本 改进了很多我在上个视频里面 吐槽的内容 试了一下,非常喜欢 所以赶紧把文章写了出来 然后现在赶紧把这个视频 希望能做出来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新的版本的一些好处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 首先还是回到我的blog 当然我要打开我们的这个terminal 老规矩我们先登录到我们的服务器上面去 这个服务器目前的话呢 应该是 什么都没有啊 应该什么都没有 对,那我呢 就直接把这个我们需要的一些文件 从我的这一篇blog里面拷贝出来 为什么从这篇blog 因为这篇blog里面的一些文件是一些更新过的 对比上对比起上一次 更新的内容主要是在一些middleware certificate resolver和这个dynamic configuration static configuration 一些改进嘛 可以所说是 所以会从这边来做一个copy and paste的动作 这个文件我已经在这边打开好了 就是在服务器上打开好了 通过win scp 所以就简单一点嘛 不用浪费大家时间 保存 copy 保存 copy 保存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主站了 不是主站 是这个文章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改进 那之前我们定义的部分发现entry point 它是只有https的定义 那我们所有的转接 在我们的label里面做 用一个middleware 然后我们需要定义http 需要定义https 就每一个service都需要 那在2.2版本之后的话 这些都归类到了 静态的配置 static configuration里面来做 我们来把它改一下 好 然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现在更新之后 redirection在这个地方做 所以我们也就不需要redirect 那个middleware 就这个地方我们不再需要它了 然后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规定每一个service 都需要tls 并且它的resolver 我们用let's encrypt 这次我会用bypass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bypass bypass是另外一个免费 提供dv总数的ca 我们来email要改一下 不改email估计不会给我证书 这个也是 ok 看看还有什么要改 因为没什么了 然后把这个也保存一下 这个不需要 这个是gb warden用的 我们这个今天的视频不需要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dockercompose文件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讲了 htp不用再定义了 所以我们把它删掉 转接不需要了 删掉 然后tls不需要了 删掉 我们可以看到 label大幅减少 这边我唯一需要加的是这么一个label 我发现有一些container 如果不加这么一个label的话呢 运行不了 大部分都ok 有一些不行 所以我先把它放在这儿 确保它能用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我们尝试运行了 等我把这个运名给更新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运行这么一个文件 应该是ok的 docker compose 缸 缸 哦对 没有定义network 因为我们这边看 proxy是一个external的network 所以我们需要来创建这么一个external的network 那就docker network create 然后proxy 创建好之后就能run了 等待一分钟可能都不需要 十秒 对差不多吧 然后看一下 docker ps ok这个container是已经创建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能不能打开这个网站 那一开始的话呢 当然都是用的这个traffic默认的这么一个证书 理论来说应该很快啊 这边已经可以好了 但可以大家可以发现哈 这 呃我这边没有输入密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在这个浏览器上登录过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啊这边就需要因为这个basic off是肯定要的嘛 啊这样就可以登录上去了 好我们可以看看哈 这样我们的traffic就已经完成了 并且呢证书也获取成功 是bypass的证书 所以这个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这么一个部署 那如果我们需要再部署另外一个 呃服务上去怎么办呢 我来告诉大家 其实挺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部署一个叫 whoemi的这么一个服务mk 那么就来创建一下mkdr 然后呢我们来啊就叫whoemi好了 然后我们去到whoemi ok 然后在whoemi里面呢 那我们来touch一个dockercompose的文件 ok 然后的话呢我们也是用win.scp 把这个文件给打开 啊因为比较简单copy and paste 我一般比较讨厌用那个 呃用win嘛或者是nano来来做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copy一下好了 无所谓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叫whoemi好了 然后image我们用 看哪个whoemi的image好用 啊呃 blocker 啊呃 就用他的吧 啊他的吧 然后叫什么名字呀 叫containers whoemi ok 没问题 然后名字叫whoemi always 这个都不需要 这个也不需要 这些都不需要 然后我们把traffic的部分改成whoemi就可以了 所以whoemi who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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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需要 这个呢要稍微做一下小小的修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对应的服务用的是他这边讲的是whoemi 他最后会对应到哪个服务去 我们这边呢就需要用到这个lowbalancer把它给导入到他内部的这个80端口去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 ok啊 whoemi 这样就ok了 我们可以看看他做了什么 首先这个新的服务叫whoemi 他的名字叫whoemi 用的是这个image 啊 参与到traffic里面去 就是把给traffic用啊 然后 啊 他的域名 然后他的这个lowbalance到他内部的服务 然后他也是在processing network里面去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运行啊 可以看到现在简单了很多这个label 呃 回到我们的这个terminal 然后我们来docker compose.d 看看行不行 好现在两个服务了 不要不用pose 那是ps ok 可以看到两个服务都运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whoemi 哦 也可以有了 你可以看到就非常非常简单 证书也来了 呃 自动生成嘛 这个地方就大概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现在这就是2.2的一个版本的优势哈 你可以用这么少的label 然后就完成对这个traffic2的一些设置 我打算呢 之后把我所有的服务都转 就现在我已经打算把我的traffic1.7升级到2.2了 只是还在想怎么样把之前的一些database给做备份 然后就可以 啊 就可以弄了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那希望大家呢 啊 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 啊 可以 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的收看 啊 再见 再见